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廖老师的华文班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应用文的公函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 公函请求类,施以林志平的名义 致函修齐华语新闻人事部经理陈永浩先生 应征网络新闻执行员一职 首先我们写,写信人姓名,林志平 第二,写信人地址 第三,收信人单位与职贤 修齐华语新闻人事部经理 第四,收信人姓名与称呼 陈永浩先生 第五,收信人地址 第六,写日期 第七,称呼 陈经理 第八,写标题 应征网络新闻执行员 接下来是正文,内容,致函墓地 本人从八月五日光华日报招聘广告中 知悉贵公司预征聘网络新闻执行员 本人对此岗位深感兴趣 顾特来含应征,并附上履历表与敬照 正文二,应征详情 本人拥有新闻媒体相关科系学士文凭 并在新闻领域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熟悉简介视频,外出,采访等 正文三,赞语 要求回韩语致谢 树文贵公司信誉卓著 渴望能有机会加入贵公司 以贡献所长 恳请您考虑本人的应征 并早日赐负,坚持致谢 第九,写信人身份 应征者 第十,署名 林志平起 同学们,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与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